大家好,欢迎收看知心解说三国沙 在这之前我要告诉大家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消息 我二十块钱抽到了这个谋定天下的陆讯 这个限定皮肤是不是很神奇 我只花了二十 我原本是要三十的 然后呢,我用了一个底价券 上次你们应该看到我有两个起伏的底价券 现在只有一个,我用掉一个 结果抽出了一个谋定天下陆讯 真的太好了 希望我这次 司马灰什么的我也不想说 我只要谋定国家加上谋定司马 因为这两个我已经有了嘛 我是不是还是有点太贪了 哈哈哈哈 好的,咱们来看一下本期的视频 第一局之前先放一个八倍速的神诸葛克 为什么说神呢,你们看一下就知道了 给你们看一下没有掉过一滴血的诸葛克打孙笨是怎么打赢的 哎呀 他有无限 他也有闪 一如反掌,咱们八倍速看嘛 反正也就两分钟 就是一倍速看才两分多点 咱们就不挂谈将 因为咱们就是有闪 而且勒布斯船的天固 你说说看运气好不好 因为是红杀马 所以就别杀顺本 这决斗先别决斗 他决险了就不好打 一如反掌 从来没有掉过鞋的诸葛克 你们是不是很羡慕 看见们运气多好 当然这局只是翻晚篇的 毕竟1v1视频 不可能当正片的事吧 好,让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的录像 运气是真的真的好啊 只花了二十出的一个 魔定天下皮肤 我皮肤包二十五都才能开出 稀有皮肤 一个限定皮肤 真的爽样 真的真的太舒服了 二十出一个 我又能装逼一阵子了 二十快出了一个陆逊 我对天下 而且陆逊真的是挺帅的 而且武将强度也 是中等偏上的嘛 这是我喜欢的程度 然后咱们是八号位的大忠臣 主攻选择的诸葛克 不知道他的诸葛可能不能像我们上把那样精彩 原位的马超挺像忠诚的 当然他一定要当反贼也没有话说 鸡康跳中 左思跳反 当然左思是 他敢九杀鸡康 因为他有绝情嘛 而且九杀鸡康被弄一些也不亏 咱们的黄中也跳反 看看咱们远位马超是中还是反呢 马超又跳了一个大大的大反贼 远位马超不太合适 然后那个桃子被教主拿走 结果细致才没有 那个什么拆到教主的桃子 这细致才该不会是反贼吧 咱们先跳个中 春华 遗老 红颜圈 咱们的brother寸能不能挡住 但显然是 左思版的 肯定肯定是挡不住的 咱们可是有超高的人品在 区区你的左思能挡住 更何况还有咱们的诸葛克 结果打死了一个内 那这局咱们是怎么打赢的 这种内我是非常鄙视 那就是全是反了 结果两个反在互队 为什么呢 因为 左思当反之后 能让后面在互队 也是可以理解的 应该说可以理解的 教主不可能让这个惹天空的 机刚气桃子 说明他手中 绝对有桃酒 不可能是 想问说绝对是桃酒 哎 主视角可能没有想到这个原因 什么呢 就是 左思想让后面反费 互队 然后刚刚是不是看个桃子 咱们怎么样才能打赢呢 这局到底还能不能赢呢 看这个情况有点难 但是咱们的诸葛克 回合外防御能力可是超级超级强 剩下了一招闪 像这种 不正当 就是不雅观的语言就 不看了吧 然后咱们 看看有没有桃子 教主能不能有个名桃 诸葛克是一定能收掉教主的 因为为什么呢 他呢 是 强杂 杂吧 可惜了 可惜了 不气之残 到现在都不知道是否的谁 咱们 虽然就是能闪过的聊此一击 但是还是算了吧 搜索连环 话说这姬刚是不是没有对主攻用这个技能 唉 像这种 我也不说什么 闪 咱们可以 对放排队顶 让那个教主明白 他的八卦阵几乎是黑色的 但是 因为细致才先判 所以这个八卦没用 但是 我又要说但是 咱们可以强 怼马超 刚好一张牌不多 一张牌不少 就把马超带走 这里在强突细致才 结果细致才拍了个桃子 结果细致才拍了个桃子 说白银狮子就被骑着了 这直接涨 因为细致才有名的闪 然后咱们二打一 这可是不怂的 并且 诸葛克这种状态还是挺不错的 找人品不叹 就不是特别特别黑就行 拿桃 决斗 可可逃过 妙翠只要想打赢 我们两个不可能 一个是非麦 另一个土豪武将多少高 你知道不 这里别闹 因为教主一旦是闪之后 他刚刚能回满血的嘛 然后我们还要掉一血 咱们很漂亮的今天大逆转 好 咱们来看一下第二把视频 我等一下下午可能有点事情 所以咱们就不放第三把 咱们是五号位的大内奸 主攻选择了曹丕 咱们选择 这里有土豪武属性比较高的许优 目前来说嘛 然后这里 内奸可以全身机 一开始能跟草皮有点配合 但是可能有点 就是 可能局势会控制不过来嘛 一旦草皮那个行伤之后 什么爆发起来 然后咱们怒把土豪武将许优 土豪属性极高的许优给换了 换了个大卫言 好招 你们技能应该都知道吧 读一遍反正不多 结束阶段 你可以选择一名其他角色 你的会合结束时和该角色下回合结束时 其将手盘摸制或气质与你手盘数相同 最多摸制五张 懂办盖了啥 脸珠草皮跳反 然后喝 好招说 好招跳反 咱们一难一万 可是能吸好多血和好多牌的 不过一般都是吸牌的 这貂蝉应该跳得适中 不然的话 它可以离婚一下草皮的 你打无限咱们反无限 哈哈哈哈 赢你还不容易 咱们成功收掉好招 锁锁连环 咱们哪来诸葛连弩 9雷莎 因为前面踏扣起来吗 很大可能性是没有那个闪的吗 你就得了一个就得了两个吗 好可以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咱们可是一波大爆发的 那么这就是两个钟了 这里我感觉草皮实际上 可以翻一下草瑞或者貂蝉 说不定能翻出一些好的东西 这里不先凸貂蝉吗 万一草瑞一直盼红呢 这里先 实际上先凸走买比较好一点 但是你怕杀可能不够是吧 这也能理解 但草瑞跟草皮配合起来 乐天国那就完了 杀 好 草瑞被收走了 那咱们单挑草皮可是一点都不松 因为草皮手里是肯定没有防御牌的 看一下一个盾 雷杀 再杀一刀 酒 有没有 最多只有酒淘这种东西 结果就一张酒 咱们又很快地拿下了这一局的神秘 好的 等一下有点事情就不录第三局了 话说二十块 就有了一个限定路线皮肤真好 谢谢大家